一同蒙恩典的经文是罗马书八章十二至十六节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见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胀 我们是神的儿女 阿们 接下来由金光畅士班献师之后 听出了牧师的影像正道 圣灵的声音主管与引导第十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 我们只要进入信心的第三阶段 信仰生活就会平安很多 因为与罪恶相争的次数会减少 进入信心的第三阶段 就不会与罪恶相争 多少会遵行神道 至少不会做出犯罪的行为 犯罪的行为叫做情欲的事 对不对 情欲的事有至于死的罪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而我们一旦进入信心的第三阶段 就不会做出犯罪的行为 在信心的第一二阶段 会做出犯罪行为 但是进入第三阶段的人就不会做 都已经进入了信心的第三阶段 就算有人激怒他 他会动手打人吗 打人属于暴力行为 是情欲的事 人一旦进入信心的第三阶段 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我们的男圣徒们 如果已经进入了信心的第三阶段 就算听到妻子唠唠叨叨 也不会动手 再说信心到了那个阶段 妻子也不会对你发牢骚 如果你多多关照他 理解他 他也没有必要向你抱怨 就算对你抱怨 你也不至于动手打他 我结婚这么多年 好像从来没有打过妻子一巴掌 没有行过暴力 甚至都没有骂过他一句 进入信心的第三阶段 就不会与罪恶相争 多少会遵行神道 至少不会做出犯罪的行为 因为不犯情欲的事 所以基本上不会遭受灾祸 如果不犯情欲的事 不犯至于死的罪 就不会遭殃 神的人里面怎会遭殃呢 不会遇到那些事情 看旧约圣经 灾祸都是怎么来的 都是因为惹神发怒 所以才会大祸临门 人一旦进入信心的第三阶段 首先体贴肉体的程度 没有在第二阶段那么严重 这也是在第三阶段 比第二阶段平安的原因之一 信心到第三阶段磐石 不仅会平安 还会感受到信仰生活真正的喜乐 因为拔肉体的事 基本上都离弃了 不再与此相争 从此感到真平安和喜乐 过上平安的信仰生活 面部表情充满喜乐 时尚被圣灵充满的人 大部分已经进入了 信心的磐石阶段 他们总是喜乐平安 今天平安 但过了一周又不高兴 这样的人信心 还没有达到磐石阶段 而一直保持喜乐的人 可以说已经进入了 信心的磐石阶段 而有的人常年停留在 信心的第二阶段 心里特别苦 还有的人在信心的第三阶段 感到安逸 怎么也迈不进灵的门槛 太可惜了 愿大家通过今天的道 发现自己如何体贴肉体 彻底把它攻破掉 并且靠着圣灵的帮助 迅速地进入灵与全灵 奉主的圣明 祝愿大家 亲爱的各位圣徒 信心达到第三阶段 体贴肉体的程度 就没有在第二阶段 那么严重 行为至少会遵行 当行 尽做当手当气的道 照着神道 当做的去做 尽做的去不做 当手的去手 当气的把它弃绝 圣守安息日 现完整的十分之一 向神祷告 七集参加各种礼拜和聚会 也不做说谎 纷争 发怒 等情欲的事 但尚未断绝体贴肉体 还有可能会做出肉体的事 我讲过 肉体的属灵含义 是与身体结合的罪性 和我们的身体结合的罪性 叫做肉体 肉体的事 圣经旧约新约 记录了很多 肉体的事 就是把这些肉体 一一做分类的 仇恨 猜忌 都是肉体的事 仇恨是肉体的事 猜忌也是肉体的事 仇恨 猜忌 嫉妒 虚假 鬼诈 傲慢 恼怒 论断 定罪 坚淫 私欲 均为肉体的事 把这些统称为肉体 在信心的第三阶段 初步阶段 当看到别人 做出难以理解的行为 一时会觉得反感 做出论断 还会产生 胎欲或者淫念 我是说在第三阶段 初步阶段 但还是会节制 不体贴肉体 以防肉体的事 发展到情欲的事 不会继续体贴肉体 以致犯罪 在信心的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越来越近 就相对的不怎么体贴肉体了 在代理祷告会上 有时候祷告院长 有时候祷告院长为个别圣徒做祷告 我会听祷告内容 非常感谢神 他能够读懂对方的心 说得特别的准确 感谢神 有的人听了祷告内容后 不太理解说 我没有啊 不是那样的 不太理解 其实有的人过一两年 才能领悟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自己有那些属性 现在发现原来是真的 一年两年三年后 才领悟到 这浪费了多少时间 应该以阿姆莱领寿 即刻发现自己里面有这些属性 不要否认 直接领寿 并把它找出来 因为我里面有这种肉体的事 所以往灵力近身的祷告院长 会这样为我祷告 要极力地把它找出来 这样才会得到圣灵的帮助 有的人偶尔会说这样的见证 当时听了不太理解 不觉得自己里面有那些东西 等过了几年 真就发现了 离第四阶段越来越近 相对的就不怎么体贴肉体了 通过体贴肉体 搅扰人的 撒旦的声音越来越模糊 使人体贴肉体的 也都是撒旦的作为 而有的人 严重受到撒旦的操控 在信心的第三阶段 还有字役和框框 促使人体贴肉体 即使已经站在信心的磐石之上 仍有字役和框框 促使人体贴肉体 不是经常强调要断绝体贴肉体 打破框框吗 能够发现这些也是祝福 还没有发现的人该多么着急 里面有这些 非生理却找不出来 请通过听道把它找出来 希望自己能够顺从神道 但因为体贴肉体 所以无法全然顺从 人常年积累下来的 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很难一下子改变 特别是在这种观念 加上用真理之道 打造的错误的框框 说是尊情神道 却用真理打造了框框 很难领悟到 蕴含在真理的神的旨意 因为用真理打造了 错误的框框 所以更难领悟到 于是套用那框架 就是在个人限度内 接受真理 理解真理 这样相对的难以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声音 过了长年的信仰生活 作为工人 尽忠于使命 但没有多大的提高 灵力也没有结出丰硕的果子 所以必须打破义和框框 否则 人一旦有意和框框 不由自主地会体贴肉体 体贴肉体的第三个阶段是 本着自意和框框 会不由自主地体贴肉体 有些圣徒因为没能理气这些 所以无法进入灵 只是停留在灵的门槛 我如果知道自己如何体贴肉体 有什么样的框框 我就会立刻弃绝 但怎么样才能发现呢 你有这种疑问吗 我在进行教育时 讲了很多 该如何发现自我 自意和框框是什么 参考这些内容就能够发现 即便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 之后又过了一年 两年三年信仰生活 现在听了还可以发现 就算那个时候 没有领悟自己里面 有这些非真理 等过了几年 就会领悟到 哦 那个时候指点我 太对了 因为过了几年信仰生活 信心成长了 开窍了 当时还没能理解 父神说要进入灵 实在太容易了 但如果不停止体贴肉体 就无法进入灵与全灵 比如有的人信心成长到第三阶段 百分之九十九 眼看就要进入信心的第四阶段 只看数据 只要成就百分之一 就能进入零 而有的人因为 顽固的体贴肉体 无法断绝 所以很难越过那个门槛 就是不能把百分之一的肉 转变为零 比如气质的框框 属于这一类型 自生下来父母所遗传的气质 隐藏在精气里 自己很难察觉到 尽管不愿意体贴肉体 但自身气质促使他这样做 比如有的人性格天生内向 特别安静 很少生气 也不跟人吵架 闹矛盾 如果哪天看见他生气 跟人吵架 那可不是件小事情 一直忍气吞声 终于爆发了 这个时候必须离他远一点 不要对着干 我以前就是这样 性格内向 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忍 与人保持和睦 那个时候还没有接待主 而有一次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我当时生病 每天都在家 祷告院长开小餐馆 有人到我家来说 旁边烧烤店有一个人 鸣鼎大罪 来到祷告院长开的餐馆 闹事 救助他的一领不放 我以前讲过一次 我一听这句话 直接冲出家门 顾不上换衣服 就穿着睡衣往前冲 从我家到餐馆走路 需要十分钟 我一口气就跑下去了 那帮人雄鸣虎背 那家店老板和员工身体魁梧 身上还有刀疤 我不管那些 进去之后向他们发威 怒吼 都给我出来 把他们给吓得都躲起来了 后来警察也来了 还说 他那么老实的一个人 都不用法律管制 怎么会弃成那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 烧烤店老板和闹事的人 过来道歉 那个人在那里打工 他们是金湖洞的地痞 他说他的妻子离家出走了 一气之下喝醉了酒 到处去找妻子 说要把他杀掉 后来到道教院长开的餐馆 拿他出席 他向我求情 让我原谅他 我这个人本来很老实 但听到那句话 实在是忍无可忍 一口气就跑过去了 内向的人生机会更可怕 我以前去南山 讲中坛公园 那个时候不坐车 都是走过去的 我和祷告院长 经常到那里约会 也带李美英和李美青 手拉着手一起去 那个时候还没有姓主 没有李守生 讲中坛公园 有一些人压宝 都是骗子 他们在地上放三张花牌 换位置 我看明明是这张 但翻开却是另一张牌 都是骗术 连续好几局都被骗了 我没有赌 祷告院长赌了几局 都输了 我仔细观察 明明是这张 但一翻开就不是 祷告院长还继续赌 那个人翻牌的时候 我抓住他的手 把旁边的牌也翻了 都不是 我把牌翻了 都不 我当时没做什么 跑到山上卖酒的地方 那里卖烧酒和鱿鱼 我都没有吃下酒菜 拿起烧酒瓶 大口大口地喝下去 因为太内向了 需要借酒壮胆 经上说不可醉酒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姓主 我喝醉了 借酒劲跑过去 把那个人的花牌 都推翻了 我骂他是骗子 把花牌推翻 结果马上 有十几个人跑过来 他们看见我发威 就都跑掉了 把花牌都收走了 各位男圣徒 女圣徒 千万不要惹怒内向的人 这类人与人相处 不会有什么摩擦 没必要为此受熬恋 所以不容易发现自我 直到其温柔的性格 受到认可 成为某个部门的领导 情况会大有不同 要做一个组织的领导 当然要温柔 但是也需要勇敢 具备决断能力 而性格内向的人 不太擅长表明个人意见 不够自信 还比较消极 有些事情需要积极性 他们却很消极 作为领导 应该主动地观照身边的人 勇敢地带领他们 但这方面能力比较差 尽管如此 认为自己与人和睦 对待别人 也总是往好理想 以致察觉不到自身缺陷 相反 有的人性格天生外向 和内向的人正好相反 性格外向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热情 表达能力很强 有活力 人际圈也广 并且在各个领域 积极尽忠 在信仰生活中 我们应该热情 这很重要 问题是 有的人虽然热情 但关照意识太差 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 给人带取平安 但这方面比较欠缺 比如 教会有活动 各个领域需要很多侍奉人员 而他可目谋一份使命 但有很多人报名 如果他有关照意识 完全可以谦让 不用非得他自己做 可以让给别人 应该谦让 他却认为 这份使命非他莫属 还蛮有自信 能够把它做好 坚决不要让步 最终把它争取到了 于是心想 我能够争取到 是因为我更加渴慕 为自己找出正当的理由 自己缺乏服侍的心 又爱表现 不能看别人比自己强 却浑然不知 察觉不到自己里面 有这些非真理 外向积极的气质 成为矿矿 本应该往后退一步 却心想 我应该渴慕灵 努力进入灵 从而打破后目 这样的人 这里有不少 有很多 说是心里渴慕 每次礼拜都坐在前面 甚至看到出信徒 或者不认识的人 要过来坐 也不让 说 这儿有人 看见有人已经坐下来 就说这是我的座 把他撵走 说这是我的座 是我先站好的 谁叫他站坐 来早了先坐下来 这个倒没什么 为什么还要给别人站坐 给家人 甚至给机关 会员们 站坐 人家来早了也不能坐 还要去别的地方 这像话吗 初信徒遇到这种事情 会若迷惑 不能这样 但现在这种现象太多了 心里渴慕 坐前面听到 这种心态是好的 但不懂得谦让 不懂得服侍 反而贪图几例 就不合乎真理 若不把这些离弃掉 哪能进入灵 我想从今以后 很多人会谦让别人了 长老们也一样 看见陌生人 穿一身正装走过来 你就要起来 给他让坐 你到后面去坐 这才是长老本色 这是长老解释我的做 你如果这么说 神也不会看好你 是不是呢 又在成长过程中 打造性格的框框 使人体贴肉体 有些人在人生道路上 历经坎坷 性格变得悲观阴暗 悲伤 怨恨 把世界看得特别悲观 这种成见 慢慢变成了一种性格 有时候 这种性格 还会影响到 其信仰生活 阴暗的性格框框 使他体贴肉体 以致信仰生活 过得很累 以爱神为至上 这是继命中的第一 爱人如己 这是继命中的第二 没有比这两个更大的 各位圣徒 什么是爱人如己 我举个例子 我救济过很多人 知道我每次帮助别人 会是什么心情吗 特别幸福 幸福无比 特别喜乐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发生水灾 有的公司会 捐助一亿韩币 也有个人捐款的 捐一个亿 通过电视台捐助 电视台就报道新闻 在那个年代 一亿是一笔巨款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捐了一个亿 这道舆论界是怎么评论的吗 他捐款不就是为了出名吗 为自家公司打广告 竟然这样说 人家捐款 就当感恩 往好里想 看人为什么要戴上 有色眼镜呢 我每次救济别人 他幸福 我也幸福 他开心了 我也开心 真的特别幸福快乐 所以总想救济人 我自己也没有钱 我不应该救济这么多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救济别人 不是因为钱多 我也不够宽裕 但我依然救济 之后父神又为我填充 我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救济并不是因为 有多少存款 好比把泉水抽出来 还会涌出来一样 我用爱心救济别人 父神又祝福我 好让我继续帮助别人 这样救济后会是什么心情呢 我最近也帮助了一个人 他没有地方住 我就给他几千万韩币 几千万也只能租一套房 还有一个人 他也没有地方住 我也资助他一点钱租房子 他父母逼迫他 我就给了他五千万 一个月房租二十到三十万 还要 就五千万也不够 还要交押金 交十分之一 我就给他五千万 又给了一些钱 用来限十分之一 找房子需要付中介费 还要买点家具 内容品什么的 就算在一起 算在一起给了他六千万 我这样救济了好几家 有些人负债 一般都是信用卡 信用卡还款 刷信用卡买衣服 这个倒不多 有些人贷款交学费 五百万 一千万 一千五百万 两千万 这些我也可以帮他们还 那有的人 以前父母做生意失败破产了 家里特别困难 按理说 做生意失败的情况 不知道内幕 就不能救济 万一他做了违法的事 这样的情况 我就不能帮他 我没有拿教会的钱救济 我从来没有拿过教会的钱 这和教会财 我财上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他做了违法的事 我就不能帮他 那我也不能一一盘问 他以前做了什么 怎么付的债 我也不能这么问 只能看现在 孩子们信仰是否虔诚 父母是否认真的过信仰生活 是否胜守主日 现完整的十分之一 只看这些 只看现状 如果算计过去的事情 就没法救济 所以只看他们的现状 现在父母 圣守主日 现完整的十分之一 而你们信仰虔诚 荣耀神 那我就会救济他们 我如果不帮他们的父母那么 父母生活那么困难 还要还债 还利息 孩子们也不能充满得 共好信仰生活 所以也帮他们的父母 解决问题 这样孩子们才会喜乐 感恩的荣耀神 专心做神的工作 家庭要和睦 回到家能够感受到 家庭的温暖 我救起他们 租到房子 心里就会幸福 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困难 我帮他们解决了 他们就不用再受苦了 别说还贷 还要还利息 多苦啊 我帮他们还上 他们得到解脱了 我也为他们高兴 特别幸福 难道他们的父母 还了债 不会幸福吗 都会幸福快乐 我也为他们感到 幸福喜乐 我救济他们 是出于心甘情愿 我救济后 从来没有后悔过 也没有心疼过钱 这就是爱人如己的证据 因为我们是牧者 和羊群的关系 只要圣徒高兴 能够摆脱困难 信物卡 还款还债 从此能够 充满得过上信仰生活 他们喜乐 无以喜乐 他们幸福 无以幸福 所以我能开开心心地 救济别人 经常说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 右手所做的 救济别人 是一种特别幸福 快乐的事情 没有人向我伸手 求助 都是我主动帮助别人 有谁会好意思 跟我开口 我都是主动 去了解情况 帮助了不少人 假如有人对我说 主任牧师 我负债累累 请救济我吧 我就不会帮他 他能直接开口要钱 说明他并没有认真地 过信仰生活 我是尽力帮助 信仰虔诚 但生活困难的人们 那么他们会多么幸福 我是这样想的 你们就是我的儿子 女儿 我的父母 兄弟姐妹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也会这么想 所以我每次救其他人 都很幸福 这就是爱人如己的证据 例如为了离弃罪 蒙神应允 热心祷告 敬忠于神的国 不料 拭目以待得到的祝福 却先临到了和自己的处境 差不多的人身上 或者其他人先领受了 更高的职份 感觉到身边的人们 超越了自己 就开始焦虑 灰心 无法完全喜欢真理 又有些人凡事 自作定罪 斥责 本着自意和框框 把慈爱的神 看作律法主义 审判者 对神产生恐惧心理 行真理并非出于爱神 出于喜乐的心 而是因为害怕受到管教 哪怕是犯了小失误 也会狠狠自责 都没有力气祷告 更不敢来到神面前 当然信心一旦进入磐石阶段 就不至于这么体贴肉体 但是因为意念的框框 不能深深地感受到神的爱 对待别人时 也不会照着他的信心大小来理解他 包容他 而是照着个人的框框衡量 看到对方的不足会觉得难受 总想指点他 纠正他 对方信心还小却勉强他 在此过程中让其灵魂栽种 给他栽种错误的观念 觉得神很可怕 或信仰生活太难了 认为这就是爱灵魂 爱神的行为 其实这不仅苦了自己 也苦了身边的人 有些家庭孩子叛逆犯罪 父母信仰虔诚 特别温柔 但孩子在犯至于死的罪 这种情况还真不少 我琢磨这是因为什么 都是因为父母 父母约束孩子 强迫他们做这个做那个 孩子根本就不愿意 父母应该教导孩子 开开心心地过信仰生活 可是父母只想到自己的信心 强迫他们的信仰 孩子就越来越叛逆 不喜欢神 讨厌教会 因为父母管得眼 勉强来教会 壮模作样 有的孩子会说 我太孤独了 所以犯罪 他这是给自己找借口 这像话吗 你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人 说说这像话吗 学生应该用功地学习 忙都忙不过来 怎么会孤独 放学回家 要写作业 复习功课 好好学习 提高成绩 怎么会孤独 信主的人不仅要学习 还要祷告 唱赞美 读圣经 并一节经文 参加各种礼拜 参加代理祷告会 哪有时间感到孤独 那么外邦人 大部分家庭 夫妻俩都上班 世上人也一样 哪能说孤独 这说得过去吗 而在宿内 这就是通往天国的路 怎么会孤独呢 这么多事情要做 说孤独那是借口 还有些人心中成就了 很多真理 但还财留一点点非真理 没有完全离弃 因此有时候 难免会体贴肉体 比如有一个工人 每当领悟到神的旨意 就会甘愿遵从 当上司或者同事指点他 劝勉他 他都努力去顺从 问题是顺从的同事 还有负面情绪 听了忠告或者 劝勉 虽然承认 但一时会浮现负面想法 99%是要以阿门顺从的心 但哪怕只有1%的负面情绪 都不能说是属灵的心 哪怕只有0.1%的负面情绪 也还不是属灵的心 今晚如此 99.9%是良善的心 而只是瞬间体贴了肉体 于是把剩下的0.1%覆盖掉了 所以无法脱去那一点点 非真理 不能越过属灵的门槛 还没讲完 但时间过了太多 我们一起来祷告 自考今天的道 一同所打告